有越来越多越南年轻人来到中国留学 中国留学已经变成越南热门的一个趋势 新叫做大家好 我是越南小金 小金已经来到中国北京留学 应该有五个月了 那么好像有很多网友还不太了解 小金到底为什么还要到中国留学 因为有很多网友说 小金你中国这么流利了 为什么还要来这里留学呢 不是不会说中文才要到中国留学吗 那么今天我把所有大家对我的疑问 还有很多对越南女学生的一些疑问 统一简单一下好吗 我大学的专业是汉语 我是在越南读的中文 那么那时候我基本的汉语已经有了 所以我基本上跟中国人沟通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会说中文这个问题呢 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大多数学中文毕业了之后 也会说 但是就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当然会说 那么为什么我要来中国留学呢 像我这样来这里读的是研究生 已经不是本科生了 那么这边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不是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就可以 我们就是研究生的水平要求更高一些 我在这里学习的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 那么这个专业呢是面向外国人学习汉语 那么像我们毕业了之后是硕士的学位 那么我们可以在一些大学里面当老师 那么如果你想在大学里面当老师呢 你的水平要更高一些 对吧 除了语言以外 我们还要有扎实的教学技能 在这里呢 我们学习的就是 怎么当一个合格的汉语老师 那么教学真的很不容易 我来这里上学了之后 我才发现真的当一个老师 不是你简简简单单 你会说中文 你就可以当老师 真的很难 所以你要具备很多技能 还有语言各方面的知识 那么在这么好的环境内 我接触到很多优秀的老师 包括一些优秀的同学 因为这个学校也是属于培养这个专业 属于琴牌 中国琴牌 所以我才选择来到这里 除了一些专业课 比如讲专门讲汉语 讲汉字 然后写作各种方面的 我们学术的一些课以外 我们会学到剪纸啊 或者吹笛啊 还有唱中国歌呀 那么像我们研究生的话 我们都要跟中研一起上课的 那么中国人的硕士生啊 他们都特别的优秀 然后能力都特别强 然后我们外国人 跟他们一起上课的话 我们还是觉得有压力了 因为觉得有压力 因为他们真的很优秀 然后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大学的时候 晚上不会有课 但是呢 这边晚上还是正常的上课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加上那个图书馆 图书馆一般的话 十点半才关门 然后大家就在那里学习啊 感觉真的很认真 那么到第二个问题就是 中国留学是不是 已经变成越南年轻人 留学的一个趋势呢 在越南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人 想学中文 那么像我之前 前几年像我学中文的时候 有很多人 是不喜欢学中文的 那时候他们一直选择英语 像我学中文的话 大家是看不起的 但是现在已经反转了 那么当时那些觉得中文 学中文有什么用 反而现在会选择中文 当他调了外语 之前我好像没很少听说过 是有就是家长会给高中的孩子 报名到中国读大学 但是呢 我在一个群里面 留学生群里面 我看不少的家长慢慢的了解 来到中国留学是什么样的 他们都想给自己的孩子 报名来到中国留学读本科生 那么我看这个趋势还是很好的 因为大家的思维慢慢的打开 然后对中国对对中国的印象 也慢慢的改变 然后也大家也觉得 将来呢 中文也是一个不能缺少的一个外语 所以呢 现在开始慢慢学习 另外我在这个环境 我接触到很多外国人 因为我这个学校也是属于小联合国 那么各种国家的留学生都来这里 不仅仅是中文是现在是一个趋势 而且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美食也是一个吸引外国人的一个旅游之一 那么在这边学习和体验 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幸运 然后我也希望将来呢 我也可以把自己了解的地方 还有把中国文化可以掌握更多的越南人 那么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 然后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那么希望呢 有更多的时间给大家分享周围的生活 那么大家记得关注哦 拜拜